这是泰雅族的 细心介绍每项展品特色 还可拿在手上欣赏把玩 由秀木伊北户国际原住民文化艺术团 举办的国际原住民文化艺术 秘鲁与台湾对话展 6号正式展开 开幕当天 秘鲁驻台北商务办公处代表古龙 受邀出席 现场除了展示秘鲁物品 也摆放台湾各族群服饰 相互对照彼此相似之处 Pero has a lot of history As you can see in all the stuff that you have very beautiful to know how similar are our cultures 常年在国外教学 展演的艺术团长谷秋妹 近年受到疫情影响 无法出访各国进行观摩交流 因此为了让台湾社会 认识不同国家族群文化 人文风情与日式文物 因此举办以秘鲁为主题的展览 我背后的这个图腾 这个图腾织布是古董了 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壁画50年 古龙大使他也讲 说他都没有看过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稀奇珍贵 所以是要把我懂的 我学的 我得到的 来分享给我的同胞 除了从视觉上的展品呈现 主办单位也精心准备 台湾原住民跟秘鲁美食 进行嗅觉与味觉的交流 古秋妹表示 希望能在国内 能建立各国原民文化艺术 及台湾原住民文化艺术的对话平台 有次新闻 Brarian 胡适八度 新北板桥采访报导 好